我真的觉得很kimochi 这件事情 爱心不是个法律 如果我们今天所有的事情都说 你坐在位子上就是错 因为你太年轻 错了 爱心不应该是被人家逼迫的这件事情 如果我今天是我去买票的话 我会看两件事情 第一就是这件事情买到票 CP值高不高 好比我一买就买到票 我可能就不会 就很容易让位 因为我觉得太容易了 但如果春节的票 我又去了屏东 或者去台东 我可能就不会让 第二个我会看现场的状况 那就是 明明有很挤的方向 他为什么不敢叫欧巴桑起来 因为他知道麻烦 你不可能跟欧巴桑吵架 他为什么会专门挑学生 或看起来好像规规矩矩的 白白嫩嫩的人 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坐火车的时候 就一个欧巴桑上来 我觉得奇怪的事情是 他从头到尾 这个车不起的情况之下 他就在我的旁边 他带了两个 看你帅 谢谢你 他有开心了很多 他带了两大袋的便当 你站在我旁边 我就会直觉 便当的味道非常地重 整个车里面都是味道 我就说我帮你放上去 他就是不要 开始车人多了 人越来越多 他在我的鸭舌帽上面开始吃便当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边摇晃 你的鸭舌帽这个地方就看到他给放菜渣 一直一直的调饭 你那个时候就觉得你宁愿要让座 你也不要一直被那边调饭 因为排骨饭还是 没有那么清楚 没有干那么清楚 就那个感觉就是他不用言语 大家为什么不找其他的人呢 我个子够高 因为他的排骨饭 像他的便当 刚好放在我的膝盖 位子刚好 抓把手是放在我的膝盖 他吃饭的位子刚好在我的头部 一切都算得精精准准 人体公主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不要人家说我就会乖乖地站起来 即使你心里很生气或很不爽 但你说什么呢 因为当下他就是调饭 就是喷油 所以这个就像你讲的 爱心它不是个法律 这其实是个道德面 它不是个法律面 就算是小孩 就算是一个臭屁孩想做 你也不能逼他起来 他就是要做 他先你一步 他有道理可以做 你为什么可以逼他起来